胆道闭锁的 胆道闭锁患儿进行肝移植 是小儿肝移植最常见的一种适应症 目前 患儿肝移植 小儿 目前来说 胆道闭锁患儿进行肝移植 他的育后 与患儿自身的情况 以及手术的情况 以及疏后恢复的情况 密切相关 目前 最长的一例 因小儿胆道闭锁 肝移植的患者 存活期间 存活时间已经达到了 30多年 达到了近40年 绝大多数的患者 如果不发生严重的并发症 不发生严重的并发症 可以长期存活 对于超级性排斥反应的发生 往往是受 往往是受者体内 往往是由于血腥不和 或者受者体内存在 针对 共肝的抗肝